今天這個法醫這邊有做解剖 那在協議裡面我們有驗出所謂的這個米酵菌酸 那我們今天因為這個所謂的米酵菌酸 這個是在台灣從來沒有驗出過的 那麼今天主要我們來開這個記者會 主要是因為今天這個法醫這邊有做解剖 那他當然他的這個簡體陸續會送出來 但是我們在從其中這個一個解剖的這個簡體 那在協議裡面我們有驗出所謂的這個米酵菌酸 也就是boncratic acid 那這個東西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說標準品還沒有到 其實是因為我們昨天開會完之後 那我們國內那有一個醫院他還有這個 這個這個還有這些所謂的標準品 他就趕快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就給法醫研究所 那所以是不是法醫研究所 台大台大法醫所 對那台大法醫所這邊他就開始做檢驗 那所以在某某一位這個解剖的過程 那他產生的這個簡體裡面有驗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米酵菌酸 那為什麼特別今天開這個記者會主要是說 因為這個跟我們調查的方向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一般是不可能驗出這樣子的這個這個毒素 那他有驗出來 所以跟我們專家會議 昨天開的專家會議 大家的一致的這個認為 這個方向其實是吻合的 那麼我這邊也要再跟大家說明 因為這個事情因為我們檢方已經在做偵辦 那我今天也有跟這個北檢事檢還有新北檢 都有做這個我們告知 那我想我今天定義定位這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初步的檢驗報告是這樣 那麼未來我們還會做什麼 那在這個方面我們會再把這個 除了這兩個我們的解剖師體的部分的檢體 會繼續驗以外 那在醫院住院的檢體我們也會拿起來驗 那接下來的驗的速度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是不是大家都是這個問題 那我這邊再強調 這不是最後結果 這不是最後結果 我們只是因為大家民眾很關心 我們先把我們知道結果告訴大家 最後結果還是經由這個檢察官的這個綜合判斷 那我們再來做這個一併的這個發佈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因為這個所謂的米酵菌酸 這個是在台灣從來沒有驗出過的 但是在國際上是有案例的 我們擔憑這些貢獲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一個發佈的 對戰在台灣從來有危惧 我們來做一個消息的 我們來看